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西卫明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在 这个,我们的一家知名的女子学院 叫Wellsby College 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校园 背后呢,是这个学院的 面积很大 学院呢,整个有 大概2005公斤 面积或者是2平方公斤 校园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比较好 那,关于这个Wellsby College 比较有名的组织里毕业的学生 一个是希腊里克林顿 还有呢,关于说宋氏三姐妹 在民国上学院 这个呢,他们此前呢 是在这个乔治亚中 一个叫魏斯里安 这个学院,让他们比较前进 过后呢,这个老大和老二老婆 这个博物业,提开了 那最想要是让宋氏三姐姐 后来转到了这所学校 Wellsby,这个可以叫魏斯里 就是这次的语院 它这里来完成了语院 所以呢,要说我们的 我也来说,相当的解惑一些 那,这种语院呢 那,这种语院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 这个Livore Arts College 这种语院的语院 比较有语思的意思 那,今天呢,这节目呢 你们能够认识 学ITB 微博和革命 那,这些天呢 在民国国上的区 这里呢,是来自全世界 特定的留学生 在广播的地方 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在比如说呢 这里有一所叫东北大学 North East University 是全美国接受 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 魏斯里学院呢 距离过程度的市区 还有一种关键区 然后,距离其他学校 不是都在一起 这种会议的地理工具 但是,总体来说呢 那也是美国有排行 相当好的学校 那,从这里呢 我们想到 比如说,从苏石山姐妹 和学美国的视频 其实到现在变得更紧 只有100多多多亿 那,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这个 我这些天在波士顿呢 看到就很多来自从 我们这个视频呢 好像这个 河南景的 和余留学啊 和移民呢 这里面 都有些常见的 我们的学校 希望给大家成全其 有些事情 比如说呢 那,在这个 尼亚的武术啊 我们在这些 新闻将这个排名 比如说 我上回这个学校 呢 拍照的 那个呢 将来说 给大家 应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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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 拍作词 啊 我上回来 我上回来 这样一个时候呢 就 我们 学校的排名 有些一切 那,我之前来上 华月院的时候 我毕业也不一样 那,律所也有点 有这个 有这个 前一百位 但是呢 从入学没等到毕业 美国所谓 排名前一百位的律所 就有不止一家 就那么遣散 有的和别的律所合并 那,学校呢 有的程度上 就是这样 那,留学美国 我们当然说 上,排名高的学校最好 那么 即使排名 没有那么高的学校 这个 如果是适合自己 那,可能更加重要 排名 它毕竟是一个人材的 那,不同的排行 往后又不处 那,这个和移民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移民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有的人觉得说 我一定要办 一万一结束人才 我不办这样的律卡 没有面子 那,同样都是律卡 那,别人先办了 没有关系 不要玩几年 一直呢 不要等到 办一个 让我觉得最有面子的 这个律卡 这个,这个 这个,类别 就是原来像 莫德康讲的那个 相声 什么 躺在接手间 来了一辆下令 那不行 这个,要撞回 要让病例来说 这样才有面子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现在是我的五区 那,这个 这个,我们的 对海鲜琴呢 那个,类别 没有高的那种方法 只要看 最适合自己的 那,可以 通过一万件 的财 也可以通过一万件 的财 也可以通过一万件 也可以通过一万件 那,在前面提到呢 那,我们看到呢 很多中国家长 送孩子到美国去的 大学 高中的 那一年的学费 就要几万美元 已经在美国 多数以后呢 那如果有 在中国的家族 企链或者其他的 很好的工作 可以去创业 或者担任 高级管理职位 当然最容易 如果是大工呢 那么大家看到 那一般来说 那如果是大工呢 那机会能多一些 可能跟高级 那已经在美国 花了很多的时间 和金钱 精力投入 来留学 那么毕业以后呢 对很多人来说 应该 应该需要 认真的 考虑 一定待在美国 这方面 这个情况 那么 嗯 很多人有的时候 也有 有 小马 有这样的事情 就说 人家在美国 学医院 要留下来很难了 啊 你看出这个输出比例 比如说 要这个 嗯 拿到工作签证 啊 拿到理查 这个 比例比不高 啊 怎么样才能留下 很多人力 那你要看 这事在认为 比如说呢 我们知道 在中国考虑的语言 现在呢 有几百个报考人 都能够去一个 那相比之下呢 呢 留学美国 然后留在美国 学习 生活 取得工作签证 其实呢 比较说 这个程度 应该要到美国 那 中国留学生呢 在美国 接触的地方 主要呢 一些大城市 周边地区 纽约 波士顿 洛杉矶 周金山湾区 芝加哥 雅特安大 休斯顿 圣地亚科 和华盛顿 飞城 等等 这些大城市 周边地区 这个 我们此前呢 也有不甘的数据 讲到 这个移民和 留学之间的关系 我们绿所的微信 统号 叫美本 被告人 这个指导 这个国动原因 那其中之一呢 也是因为很多人 半途离开 这也是为了孩子 留学 这方面 这方面 总体来说呢 我在美国的 地方 感觉到 里面 一位 一位 第一位 一位 大学里面呢 参加各种 学校的工作 那一位 学校已经强烈了 一位 一个学生 更容易 学生 和各个人的体验 那 嗯 现在 這個 会 那 希望呢 一个美国 或者说 相当的孩子 就要在其他 商务 如果你现在已经无法和移民的条件,那么可以现在就扮演一次。 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 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 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没有移民的条件,那么可以带孩子的条件。 好,那我这个视频呢,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在沃士坤地区的威斯利女子学院, 他的美国留学院和医院,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谢谢。